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查询什么呢 查询所有员工的名字和他们的直接领导的名字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数据 雇员信息 比方说Smith Clark 他们的直接领导是谁呢 是MGR这个列哈 Smith的MGR是7902 7902是什么呢 实际上也是雇员信息表的员工编号 员工编号 注意 因为领导也是员工的一名的嘛 所以MGR呢 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员工的雇员编号 好 7369 Smith的领导是7902是谁呢 是Ford 好 是Ford 接下来的话呢 问题来了 呃 所有的信息都在EMP表里面 好 但是呢 我要得到雇员的名字和他们直接领导的名字 好像有点纠结哈 我又必须在一个C口里面写出来 那怎么办呢 我可以选择自己连接自己 EMP11 给个别名EMP12 先用心哈 先用心等会再来筛选 出来的肯定是个迪卡尔吉嘛 只不过是我自己连接自己 14乘以14最终变成了196行记录 但是196行记录肯定不是 大部分都不是我所需要的 总共就14个员工嘛 对不对 14个员工的话 即使每一个人都有领导 那也是只有14条记录 那怎么做呢 我们找MGR这个列 嗯 假设以第一行记录 Smith为例哈 MGR7902跟他连接上的第二张表的 每行记录的EMP11比对 如果这两个值匹配上了 就说明我的确找到了Smith的一个领导 结果发现这一行肯定不对 那么看一下这一行 嗯 Smith的MGR7902连上了第二张表的7902号记录哈 那是Ford这一条记录就是我们需要的 现在已经会写这种连接条件了吧 VL111.MGR等价于12点EMP Lumber 当然这个新号就太多了 111.Elem 给个别名 雇员姓名 逗号 12点还是 Elem 只不过呢是 直接领导名 OK 看一下是否满足我们的需要呢 哎 好奇怪哦 的确差不多是满足需要了哈 只不过呢只出现了13条记录 Smith的是Ford Ford的是Jones哈 其实这里是没有错的 但为什么还有一条记录没有呢 我们就分析一下数据吧 是因为有某位员工 King 第九条记录King7839的雇员 他是没有直接领导的 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是 最大的那个领导 那看起来 应该是所有雇员的名字和他们的直接领导的名字 那这个是不是应该是左外连接呢 哈 From Nepht Alter Join 然后呢 哦 哦 11点MGR 等于12点Lambo 也就是说我需要第一张员工表的所有的信息都出来 哎 哎 果然 把King给弄出来了哈 因为King的话 他没对应上嘛 所以是左外 意味着是所有雇员的名字 好 这个就是字连接加左外连接哈 其实他们的运用是非常灵活的 所谓的字连接呢 就是自己连接自己哈 自己连接自己 这个呢 就是本次课的所有内容自连接的介绍哈 自己连接自己呢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是非常有用的哈 OK 那么到这里为止呢 本次课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课 再见